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老年人上了年纪 钙质流失就容易有骨质疏松问题 因此老年人喜欢补钙 甚至觉得钙补得越多就越好 在他们的观念中,钙充足意味着骨骼强壮 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戴奶奶今年85岁了 性格爽朗幽默的她,非常喜欢出去旅游 除了北极以外,四大洲五大洋戴奶奶都留下了足迹 此外,戴奶奶有一颗爱美之心 衣柜里挂满了各式旗袍 化妆台上则是各种珠宝首饰 让人惊奇的是,虽然已经是茂蝶之年了 可戴奶奶的骨密度还跟年轻人没有两样 堪比20岁的年轻小伙 那么问题来了,戴奶奶骨骼强,腿脚好的秘诀是什么呢? 今天,戴奶奶给我们分享了她保养骨骼的三宝 一起来看看戴奶奶是怎么养生的吧 一,羊骨三宝 一,第一宝,虾皮 戴奶奶在饮食上尤其注重补钙 她有自己的羊骨三宝 那么,到底什么食物最补钙? 怎么吃最补钙? 有没有排行榜呢? 通过最新的一张补钙排行榜 我们可以看到,虾皮的含钙量为991毫克每100克 位列榜单第一 而戴奶奶的冰箱里就放了好几大包虾皮 她天天吃,炖炖吃 虾皮可用来煮虾皮豆腐汤 或者做凉拌菜的时候放一点进去 但要注意少放盐 因为虾皮本身就含有一定的炎量 钙和钠有竞争关系 吃咸了,钠多了就把钙挤出去了 水产品高蛋白低脂肪 又可以提供丰富的钙质 沙主任建议 每人每天要吃50克水产品 相当于一掌心的鱼肉 或者七八只大虾 二,第二宝 黑芝麻饼 排在补钙排行榜第二名的是黑芝麻 每100克黑芝麻含钙量高达780毫克 不仅如此 黑芝麻其他营养素的含量也十分可观 爱美女性熟知的营养素 维生素E在黑芝麻中的含量就很高 居于常见食材之手 它具有抗氧化和抗自由基的作用 经常吃点对皮肤、血管都有好处 除了丰富的钙和维生素E 黑芝麻中还有着蛋白质、维生素A、卵磷脂、铁、克等多种营养成分 从中医的角度看 它还有着补肝肾、易经血、润肠燥的功效 这样看来 带奶奶拿黑芝麻饼当餐后小零食 可谓是一举多得 年逾八旬还能保持健康美丽 也是一点不稀奇 三、第三宝 丰富多样的食物 除此之外 卤水、石糕点的豆腐和豆制品 以及祭菜、线菜、西兰花、甘蓝等绿叶蔬菜 钙含量也很高 是植物性食物中优质的钙来源 我们每人每天应尽量做到一斤菜、半斤果 像带奶奶这样餐桌上菜品丰盛就很赞 奶类更是性价比最高的补钙来源 喝牛奶肠胃不舒服的叔叔阿姨 可以喝酸奶或者奶制品如奶酪 这些都可以 除了上面说到的三宝 其实带奶奶还有绝招 是什么呢? 就是鸵鸟蛋 大家一定很惊讶 鸡蛋好像确实能补钙 可问题是鸵鸟蛋也可以吗? 用蛋又该怎么食补养生呢? 三、以蛋养钙有妙招 一辈子从事药剂工作的带奶奶认为 日常生活中食补比药补更重要 她的餐桌上有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食物 鸵鸟蛋 两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 带奶奶第一次接触到鸵鸟蛋 此后她就渐渐地开始养成了吃鸵鸟蛋的习惯 一、鸵鸟蛋怎么吃? 鸵鸟蛋是世界上最大的鸟蛋 一枚重量可达三斤 而且外壳极其坚硬 甚至可以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 烹饪前需要用小锤子或菜刀 把坚硬的蛋壳敲开一个洞 把里面的蛋液倒出来 能装满满一大碗 这一大碗蛋液可以摊鸡蛋饼 可以炒、可以蒸 二、不同蛋类营养价值对比 蛋类是我们每日补充蛋白质的重要来源 现在市面上各种蛋类琳琅满目 价格也是千差万别 到底哪种蛋既营养又实惠呢? 不同的蛋类的营养价值其实是大致相同的 蛋类的蛋白质含量多数都在13%左右 在脂肪含量上每种蛋略有差别 但多数也都在10%到15%之间 差别不是很大 因此相关专家建议 如果用同样的价钱去买 买鸡蛋是性价比最高的 建议买规模化养殖的鸡蛋 安全有保障 完全野生的鸡蛋 没有经过正规的检疫措施 可能会有沙门弑菌污染 3.这样煮蛋更健康 鸡蛋和鸵鸟蛋一样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但不同的烹饪方法结果是不一样的 中老年朋友们尤其要注意 比如大家都爱吃的炒鸡蛋 它的吸油率高达43% 在油炸食品中排行第二 仅次于炸面包片 所以炒鸡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少放油 煮鸡蛋更是最常见最简单的吃法 人人都会做 营养好又健康 煮鸡蛋有讲究 冷水放蛋 水沸腾五六分钟就可以了 不要煮的时间过久 这时候的鸡蛋七分熟 又香又嫩 营养也好吸收 全熟 尤其是熟过头的煮鸡蛋 会造成蛋白质老化过硬 颜色发绿 嚼起来口感不好 营养吸收率也会降低 4.营养翻倍的牛奶蛋羹 牛奶蛋羹好吃又补钙 营养更翻倍 非常适合老人和孩子 下面分享一下做法 食材 鸡蛋白砂糖牛奶 步骤 1.磕两个蛋轻轻打散 2.放一勺糖倒一盒奶 比例是两颗蛋一盒奶 如果鸡蛋放得多牛奶也加量 3.打均匀后把泡沫撇掉 将锅里的水烧开 隔水蒸15分钟即可 学习完了用淡食补的方法 大伙还得注意 年纪大了疾病就容易找上门 最先找上门的就是骨质疏松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测骨质疏松风险 4.一个动作测骨质疏松风险 1.测臂长与身高 测量臂长与身高 对比结果是否相等 正常情况下身高和臂长几乎等长 如果50岁以后身高比臂长短3到4厘米以上 可能浴室已经发生了骨质疏松 这是因为骨质疏松后 腰椎的椎体和椎间盘变短 从而导致身高变矮 2.公式自测 公式用体重减年龄 得出结果乘0.2 若是小于负4 则存在骨质疏松风险 结果大于负4 小于负1 则存在骨质疏松中度风险 结果大于负1 说明骨质疏松风险较小 在家自测虽方便 但以医院检查结果为准 平时还是得重视医院体检 所以大家平时还是应该按期进行体检 钙是人体必须的营养物质 尤其是老年人要额外注意补钙 骨质疏松症导致全球每年超过890万人骨折 几乎每三秒钟产生疑力 三分之一的女性和五分之一的男性 会在50岁后遭遇一次骨折 而20%的宽部骨折患者 会在骨折后的六个月内死亡 其危险性可想而知 所以一定要将补钙提上日程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